老板,你这个喜欢牛肉粒怎么卖的? 二十五一份 好,我要一份 这个什么油啊? 这是全特级油 哦 我们自己家炸的农村里面炸的 哇哦 然后牛肉都是这种 好色牛肉 和牛型的 和牛牛肉粒 和牛肉粒 放过一半瘦的 哦 而且很嫩的 四十八个时间算是吧 一天可能十几个 十几个一天 要不我跟着你来做牛肉粒放 可是没办法 才走上百分之六 老板,你做这个时间做什么呀? 我的故事就长了 太长了 之前有做过 在南京处子庙做服装类的 然后也做过小商品 我在此建筑做安踏那种 不能了的体育用品 哦,这刚刚家的是什么? 这个是洋葱 这个是丁香 哦,丁香 对 哇,这是人参吗? 这个是当归 哦,这是当归 然后紫囊粉,发椒粉 然后鸡鸡,烧烤粉 这是你吃水的吗? 对,我是创,韭菜 鸡粉辣椒 老板,你去本地园吗? 不是,江西 江西的 那你是来这边工作? 哦,来这边刚开始是 弱辣了,想来归宿 弱辣了吗? 对 胆了吗? 哎呦 导致没钱了 然后来这边想上班 但是我这种性格也上不了房子 后面就自己做小吃 那边也是做小海鲜 然后后面就做这个尖包 也是不断的在讨试,讨诈 对 到时候有点是 有点是 这个老板的声音 很习惯 有点像曾祖文的声音 哦 老板,笑起来也蛮好看的 我看了 主要是我的声音很怪 没有 没有人听到 会觉得像曾祖文或者是 听沙哑的 但是变身 你变身期的时候 没关 没关 我这人说 这真很好听 早就接受所有人的 一样的看法 就像我们做吃的 有人说你好吃 也很没有人说不好吃 这是很正常的 做自己嘛 老板,你好真诚啊 就给人一种历经岁月 但是依然很热爱生活的感觉 现在的事情你先喜欢吗 还有这么多料 好,谢谢 这个老板给人一种历经岁月 人人很热爱生活的感觉 真的很喜欢 这种六关向上的人 牛油力做的也很好吃 当然他提到他的声音 有点不太好听 最近小时候也说过 别人的闲话 其实我小时候也被人吐槽过 不是很好看 当然现在也会被人吐槽不好看 为什么还来做主播 但是我觉得 如果是为了自己热爱的事情 来奋斗 都会实际上被尊敬的 拜拜